來 副部長 副部長這邊 好 副部長早 來 大家早 我想戰役保理最主要是我們檢疫所的一個辛勞 那本來都應該要在整體的疫情來結束 但是其實中間大家都歷經了非常多的辛苦 大家都歷領很多的一個辛苦跟努力 那剛好這點書完成 那我們及早給大家一些鼓勵 請大家給我們檢疫所的同仁鼓鼓掌拍拍手 讓大家更有力氣的往前走 那您最快有提出什麼時候會提出辭職嗎 那要看看整個中指會的一個結果 我也不是其中的成員 有可能在全代會之前提辭職了嗎 有沒有看看那個決定以後我們再來做決定 未來離開衛福部的時候 接班人已經找好了嗎 還沒有 有醫師認為就是BA4跟BA5 在年底會可能會就是導致確診死亡破萬 然後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選舉 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疫情的變化萬端 那指揮中心不管我再與否 都有一個堅強的一個醫藥界的一個後盾 能夠處理各樣的事物 那疫情怎麼樣來我們就怎麼樣擋 根據科學的事實還有一些國家的經驗 能夠做到最好 蔡品文副市長昨天晚上的 他突然腦中風您有稍微關心一下嗎 有一直在注意這樣的新聞 我們大家應該幫他集氣 給他一些祝福 希望他能夠及早的康復 您認為您自己對這三項防疫的作為是滿意的嗎 第一個在購買疫苗我們起頭算是早 整體的計畫也算是早 那中間有一些的相關的波折有一些的干擾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國家給我們協助 那要把這個破口也補起來 所以在這個疫苗的上面 我們可以就是說 在口罩前面的一個策略上面的一個成功 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讓我們的疫苗能夠及時到位 然後第二個我們來講就是說藥物 如果說說藥物 藥物算是我們來的在世界裡面算是非常快的一項 到位的非常早 那使用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流程也非常的順暢 好我們講過在美國大家都講說它是 Test and Treat Test and Treat 那台灣雖然沒有這麼漂亮的名詞 可是在醫藥界裡面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們的使用的量大概達到確診人數的 我們達到7%多8% 比美國的4%5%還要來的高 所以在使用上藥物來的早 而且使用的確確確實 那這都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 那至於在快三 原來的策略我們還是以PCR為主 所以在快三一開始我們設立的一個 一個共同採購的一個契約平台 讓需要的各個公務的單位 有一個合理的價格 那一個平台可以來做購買 那一時之間在過來大概4月多 需要量大量的增加 所以我們也即時跟羅氏亞培大量的採購 那後來我們應該是說實民室也能夠順利的上路